由航天科技集团举办的第二届创新创意大赛 昨天在广州落下帷幕 一批前沿航天技术及其在民用领域的创新成果 在大赛中集中亮相 让我们到现场一起来体会 金属3D打印技术在运载火箭上的工程应用 应用于长征5号以及新一代运载火箭 涡轮泵的最新加工技术同步展示 以及新的试处节如何交互系统 让航天员在虚拟环境中产生触感等 这六十项科技成果涵盖电子信息 人工智能 物联网 新材料 新能源 节能环保 先进制造 无人系统等领域 其中针对钛合金等航天领域使用较多的 高性能金属材料的3D打印技术引发关注 这项技术在极大提高材料利用率的同时 还能够满足更加复杂的加工需求 在进行大型金属构建 特别是米级尺寸以上的大型装备制造方面 更有价值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部分运载火箭航天器中得到应用 像我们重型运载火箭 它有主心级和助推级之间的连接部件 它有米级这样一个尺寸 然后同时如果用传统的制造方式 也是将近150公斤这样一个重量 而用现在的这个方式 重量上我可以减重达到30%多 为运载火箭心脏航天发动机跳动提供动力的核心装置 涡轮泵其最新加工技术取得新突破 可以实现整体一次性加工完成 加工时间从一个月缩短到了三天 装备的强度和可靠性也提高了 重型的发动机的这个转子已经生产了五六台 试验已经达到了三次更大推力的发动机 那么对应的它的涡轮盘尺寸会更大 精度要求更高 在不断地提高它的精度和效率 以满足未来航天的需要 此外一种新的视触觉融合交互系统成为焦点 这种交互系统可让航天员在悬空状态下 虚拟环境中进行的操作 能够通过超声波的撞击产生触觉 一旦这套系统与VR AR等视觉上虚拟现实结合 就可以带来视触觉同步的更加真实的体验 目前这AR眼镜 大家就感觉的功能已经很强大了 可以实现视线追踪还有手指识别等等 但是就是不能感觉到一种触觉感知 那么这种操作项目震的可以发射超声波 到人的手上就可以获得和触摸屏 或者鼠外线盘那样的感觉 据介绍 这套系统有望在协同式模式训练系统 航天员摇操作 无人装备智能操控 汽车辅助驾驶和智能家居中得到广泛应用 感谢观看